另外五级安曼刑事罪案调查局总监 纳都司理苏海利 针对六岁自闭症男童扎恩命案表示 警方调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但是距离真相却还很遥远 由于案件即将开审 他呼吁各界不要胡乱揣测 让审讯揭开案情谜团 所以我们一起来说 所以说虽然他和团队在这半年内拼尽全力利用一切资源和专业深入调查案件 不过调查进展却没有朝向大家希望看到的方向 也就是找出命案真凶 无论如何他呼吁民众接受今天警方以疏忽照顾罪来提供小死者父母的结果 苏海利也表示警方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了 接下来就轮到法庭展开审讯 并且相信谜团只有在审讯期间才会被揭开